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谁与针锋 我是王峰 台湾的军事部门主管 今天说 今年过去九个多月 一共出动2972架次的军机 来反制大陆的军机 已经耗费了255亿新台币 大家想想看 两岸之间还在一个 和平状态 光是飞机飞来飞去 台湾就耗费了255亿新台币 那如果万一两岸开打 那还得了 台湾军事首长颜德发 是蔡英文任命的人 颜德发 他是1952年 生在台湾的高雄 他的主籍是大陆的南京 他进入军校 接受军事教育 是在两甲的时代 他应该非常清楚 两岸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 台湾的民进党当局 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颜德发是陆军官校装甲兵科毕业的 他也非常清楚 民进党走美国路线 等于要一步一步逼大陆动物 颜德发清楚 当然他清楚没有用 关键是在蔡英文 跟蔡英文他的团队 怎么想 怎么做 更关键的是 老美怎么想 怎么做 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癥结是 老美怎么看待台湾 他们肯不肯 为台湾付出战争的代价 从一个势力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 在日本 因为参加四方会谈 在四方会谈的时候 接受日本媒体访问的时候 就有日本媒体问他 如果大陆打台湾的时候 美国要如何应对 美国会不会防卫台湾 那蓬佩奥 他的答复就非常的滑头 非常的狡猾 蓬佩奥说 只要能够缓和区域紧张 美国会想方设法去做 又说 美国不是追求纷争 而是追求和平 令人严重怀疑的就是说 假如蓬佩奥说的是人话 缓和区域紧张 可是呢 却让台湾在一个 没有进入战争状态的情况之下 就已经烧掉255亿新台币 出动军机2972架次 这说明蓬佩奥根本是在讲屁话 说什么缓和区域紧张 台湾军机出动了2972架次 这是区域 缓和了吗 缓和区域紧张了吗 这是美国做的缓和区域紧张的事情吗 那至于 蓬佩奥说 他们会缓和区域紧张 我们随便说几样事情 是不是缓和区域紧张 派官员访问台湾 是美国缓和区域紧张吗 美国扩大军售给台湾 是美国缓和区域紧张吗 美国隔海挑拨离间 制造两岸的敌意 这是美国做的缓和区域紧张的事吗 美国不断地鼓动台独势力 持续叫骂大陆 这是美国做的缓和区域紧张的事情吗 美国不断地甩锅大陆 推卸新冠疫情的责任 这是美国做的缓和区域紧张的事情吗 美国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是可以缓和台海的紧张形式的 所以到底哪一件缓和区域紧张 如果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证明蓬佩奥的说法 证明特朗普的说法 就是滑头 台湾民进党 还有台独政客 是不是也是在耍滑头 其实台湾的人民 大陆的人民 两岸的老百姓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大家都心知肚明 大家都是眼睛血亮的 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